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淑伟 今天来到现场的贵宾呢 是资深老母赖小妍 小妍老师 嗨小妍早 大家早 我是小妍 嗯好 这个赖小妍老师呢 他们一家都是 应该是说绘本作家吧 嗯 一家都是 主业是 主业是 做绘本 对 然后副业就是妈妈 对 应该是说主业是妈妈 主业是妈妈 哈哈哈哈 对 我也是主业是妈妈 好 好 那这一本 这个小妍的新书呢 是 吴亦良母二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嗯 吴亦良母一是跟 秉承教授 对 一起出的嘛 一起 然后这个是吴亦良母二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非常直白 这个 养的都是别人家老公 对 最后都是别人的 是 好 那这本书跟你之前的第一本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第一本其实是 就是秉承老师的一个合作 然后他觉得说有一些观念 虽然我是用蛮轻松的方式 小故事的方式 去跟网友朋友们聊 那他觉得有一些背后的观念 他可以帮我就是做一个阐述这样子 嗯 那我后来就是还是会一直常常讲 家里的三个小朋友的事情 嗯 那尤其是我小儿子 嗯 这个其实第二本是 有点像是连友们敲碗来的 嗯 他这本书的那个书名叫做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那时候也是一个连友 就是说那你在出第二本 专门讲儿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讲说 那不然名字叫做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好了 那时候是一个开玩笑的 可是最后他就是 大家投票就觉得说 这个书名很直白 嗯 但是其实也是确实的 因为我们很努力 把儿子养好 嗯 那可是他最后 他就是别人家的老公 也是可能别人的同事 嗯 或者是别人的朋友 嗯 那我们只是在这个亲子的阶段 好好把他带好 嗯 嗯 嗯 好 那这个小燕还是用非常幽默的笔触 好 然后诉说着 儿子从小以来的点点滴滴 好 那现在儿子几岁了 刚满十岁 刚满十岁 嗯 嗯 好 然后两个女儿 呃都非常的优秀了 好 姐姐也是不同个性 对不对 对都不同 完全 就刚好同 三个都不同 大家都说生孩子 生三个的话 就是你我他 就是一个社会 对是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适应 是 是而且家里的状况就是一个小社会 他们AB对C 然后AC对B 然后全部一起 嗯 就合纵又连横 对 他就变得合纵 一下又连横 对 就是我跟你 既然是竞争对手 我也跟你可能是伙伴关系 对 他们随时都在变换队形 这样子 嗯 所以 讲到教养男生跟教养女生 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我就是一个女儿 所以我也没有养过儿子 养女儿养儿子真的不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 差很多 因为我大女儿 她是一个天使宝宝 我都讲说我 那时候看大家在跟小孩拉扯 在店里面那样吵 要买什么不要买 可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跟我大女儿 我都可以跟她好好沟通 嗯 那我二女儿也是乖 是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都会觉得养孩子好累 嗯 然后妈妈就很暴走 然后很焦虑 我不懂 我觉得跟孩子好好沟通就好啦 为什么要这样 直到我儿子出生 我就完全明白 她真的听不懂 哈哈哈哈 所以养女儿养儿子哦 的确是听到很多朋友分享说很不一样 那女生跟男生天生有一些特别敏锐的地方哦 特别我们要去关教的地方 也都不太一样哦 那你的第一章就写说顺势而为的自然派教养 嗯 自然派你怎么诠释他呢 其实他不是一个派 只是说我觉得 嗯 因为每个孩子他的个性不同 嗯 所以我的做法通常是去观察当下发生的事情 嗯 那小孩子的个性 他当时候的态度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嗯 而不是说哦我知道某一个方法 我每一次只要小孩生气哦 我就是这一个方法A 那如果他不读书我就方法B 嗯 然后他态度不好我就方法C 我就是看当时候的状况 嗯 然后再去判断再处理 嗯 嗯 OK 所以会自成一个变成自己的一派啦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应该都会自成一个 有自己的一派 对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比较年轻当妈妈的时候 会参考各种各样的书籍 嗯 想说嗯这个书籍这个方法用用看 用用 这个方法用用看 后来发现完全也不能够完全适用于自己的宝贝 因为每个宝贝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我觉得是 是这样子没错 因为像我女儿就属于比较高敏感性 小时候 所以她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这种 紧的东西 嗯 所以她这辈子没穿过套头欸 哈哈 没穿过那个高领套头 这辈子活到18岁哦 那那个心理上的也是 心理上呢 就是她的敏感度是她有她自己的原则 嗯 但她的原则是后来大家稍大一点可能小三小四我才渐渐的明白 也是听了很多学派的综合之后 我就发现说 哇原来她自己已经有这么多的她自己很主观 以及她的那条界线 对 例如说她觉得公平很重要 嗯 所以她小学或是小一小二同学来我们家 她到最后都不欢而散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主人非常的不好 然后我就会教育她 就说人家家里我们就宾客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后来我发现 因为她觉得 朋友到家里我都对朋友特别好 然后她到最后她都会哭你知道吗 她哭了之后她还很生气 到最后就是不欢而散 最后应该是 我们就理解了 对不对 后来其实当下我会觉得说 哇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她怎么心眼这么小呢 她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好主人呢 对 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招待客人呢 但后来我今天就理解了 对 我觉得妈妈好像要经过这一段 教男生跟教女生 像你们家的儿子跟两个姐姐 教儿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会发现儿子是古灵精怪哦 对 我儿子呢 他每天都在想 他要玩什么 嗯 他有什么新点子 他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锯木桶玩木工 其实 大家都觉得很奇特 我只是没有阻止他 去做这些而已 然后让他慢慢演变成这样 是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哦你的心脏好强 嗯 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 我心脏一点都不强 嗯 我只是让他做而已 但是你会在一个安全的 对 界限之内让他做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 他提出了以后 那阻止会是因为我的不安心 嗯 那问题就是出在我啦 那我把这个不安心的点去除掉 比如说让他戴手套 让他戴什么护目镜啊 教他怎么安全的做 那他就去做 嗯 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我的紧张 嗯 就觉得说那你去玩别的 你不要玩这个 那就好像去剥夺他的这个一个可能性 嗯 那我只是把我自己的这个因素 嗯 尽量的排除 儿子跟女儿真的很不一样 他是很直线的 就像是他也没有办法 接受计划改变 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关心 跟妈妈之间关心 女儿会去思考说 我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孩子 他是想这些 是 然后我儿子不是 是那种 哦原来真的男生就是霸道总裁 我喜欢你 我就是爱妈妈 我就是告诉你我喜欢你 对 爱妈妈胜过爱爸爸 当然 当然 哦 没有啊 当然 所以男生很直接 很直接 你就是要喜欢我 你 我跟她说什么 她不对的地方 女生永远 她可以知道你告诉她是 就是论事 可是小男生就觉得你否定她 她就眼眶就 呜呜呜就红了 哦 她是很直接 可是那种直接又有点 很可爱 很可爱 现在那种 韩剧霸道总裁都很受欢迎 哎 对啊 对啊 爱就要直接说干嘛迂回 哦 所以这个家庭当中有三个孩子 真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到底要怎么样教养孩子 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赖小言 小言老师 这本书叫做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富标哦 富标大家应该会很喜欢 总裁级品格养成 未来媳妇请笑纳 好 这个真的是 未来媳妇等着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邀请到了 资深老母 赖小言 他们一家都是 绘本作家 老公就是赖马 出了超级多 超级多的绘本 很多人就看她绘本长大的 对 那女儿也很有这个绘画天分 儿子呢 天分也很多欸 算不算多才多艺 就是有木工天分 也有 中泡塞的天分 对 我觉得她是喜欢 玩这些东西 她不是说 我爱做菜 所以在教养儿子教养女儿 几乎都是 要有个别差异啦 所以你说真正要做到公平 也不容易欸 不容易 嗯 这个可以讲清楚 对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这样对你 嗯 为什么 我这样对她 为什么 或许看起来不公平 但我的用意是什么 嗯 就是在家庭里面很多东西 我都是把她讲出来了 是 就是跟她们讲清楚 不要有误会 嗯 那基本上面 因为又会因着孩子的性格 对 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 可能会各自有诠释 会 所以妈妈这样很用心欸 很用心 但还是伤害多少 我觉得每个家庭 或是亲子今天都有伤害 我们就是尽量 再相处再处理 我觉得就是清楚 嗯 你知道 你怎么对她 为什么 嗯 嗯 对 那像 呃 因为儿子有两个姐姐嘛 嗯 那两个姐姐 呃 又是这个不同的风格 对 一个比较宅女 对 一个比较时尚女 对 哈哈哈哈 对 哇 真的很不一样欸 很不一样 姐姐跟大姐 二姐不太一样 那弟弟呢 在两个姐姐之下 他跟姐姐的互动 或是说 呃 因为家里 也不算完全女生宿舍啦 因为还有爸爸嘛 嗯 还有爸爸 但是这个 就是还是终究是男女 三比二 对 对儿子的影响会 会是什么部分呢 我觉得我儿子好像 没有 实际 对他的 本质上的东西有影响 嗯 那可能 就是说他又 还小幼稚圈啊 或是更小的时候 他的确是有被 姐姐逼着穿那个爱沙啊 然后就在那边撒那个 姐姐是把他当玩具就对了 对 那时候他不知道 咬娃娃 他觉得好玩 嗯 那可是 其实他长大 就跟每个人一样 他接触了木工 我喜欢 他就拿起来玩了 嗯 那他 我喜欢煮菜 哦 那他也做 我喜欢打球 那他也做 就是说他接触了什么 那我们让他去做 他就是他自己要的 这个就变成 不会受姐姐他们的影响 嗯 那当然很少 很小的部分 比如说 你看我们家里的呃 听歌 嗯 是由老二 二姐在掌控 那他变成听的歌 都是姐姐爱听的 哦 这种比较表 表浅的部分 他的确有影响 可是 在他自己个人的兴趣 和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是还好 嗯 嗯 OK 好 那妈妈其实就是 非常的关注 每个小孩 他们的特质 嗯 所以 就是每个小孩 有不同的特质 当然我们在跟他们 互动当中哦 是需要 更花一点点的 心思 然后你 儿子开始要动手 做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大原则就是 呃 安全 对 其实大家都是 嗯 我会一直很担心受怕 像我儿子都是用锯子啊 电钻这种 他是几岁开始用这些东西啊 他是小一 哦 嗯 那他在哪边碰到这些工具咧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工具 像是爸爸的 对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把我的那个 木砧板给锯了 他可能不知道那是 当然我也没有讲过 那个不能锯 我也没想过 有人会去碰他 嗯 结果我就想说 那个他做了一个 用钉子做了一个小机器人 我在想他可能是在哪里 看到类似的东西 他就用木头 把他做一个小机器人 很得意 嗯 就从那时候开始的 就是因为 他去动了不该动的东西 嗯 那我也只好 带他去那个 五金行 嗯 买 真的可以玩的 工具 对 嗯 就是比如说 锯子就小把一点啊 铁锤就小把一点 然后我也带他 你要什么零件你就去买 然后木条就扛回家 嗯 就是口罩 是 然后眼罩 还有护目镜 护目镜 对 就是帮他都准备好 他就开始 那木工的部分 他的做法是用他有限的素材 大部分都是做动物 动物最重要做的像就是特征 那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 就是 你还要做的像耶 对啊 他有天分哦 对 他就是抓特征 我觉得这个是 我现在也看不出来 他做这件事情 对他未来有什么 但是我很喜欢小孩就是 他是从零哦 嗯 他是从所有的素材摆着 那他做出 最后做出一个东西 哇 那我觉得这个精神蛮好的 从屋到有 对 然后他中间已经会遇到困难 怎么样才能像 嗯 那或者是他 这个东西能不能配合 能不能钻得进去 要什么方法 而且他还不能很容易坏掉 嗯哼 好 这种各种要想完整 那我觉得 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 嗯 他这可以带给他未来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 从零到做完 嗯 这一整个过程 其实也很像我们自己在创作嘛 是啊 从心理想作最后变成一本书 嗯 我是觉得这个很有趣 嗯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可以发现小孩子很多的潜力跟创意 他的逻辑跟空间架构很强 我后来觉得说 我后也都是观察来的 我后来觉得 我让他习惯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他有兴趣 他就一直在解决他的问题 那学科上都是很多问题嘛 这个是现在最重要特质之一 我真心不觉得他是那种 哇天才 可是他已经习惯这样去做 遇到问题 哦 我想一想 遇到问题我想一想 那我觉得 有这个习惯 好像是有一个基础了 嗯 哇 这个基础真的是 总裁级的 呵呵 一个特质 哦 好 那在这本书当中哦 你就有提到说 专注 把活在当下的禅学大师 变成专注力高手 嗯 本来是禅学大师 呵呵 变成专注高手 我觉得专注都是很多爸爸妈妈 希望孩子身上看得到的特质 那这个专注要怎么样开启他 我先讲一个我先生的例子 他是 虽然我们做创作 你感觉上 是很需要专注 不专注不行对不对 但其实我先生他是那种 我觉得他有过动 我怀疑 因为他只要15到20分钟 绝对坐不住 他都要起来走一走 那我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 分心好像没关系 你只要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分心相处的模式就好了 那他还是出产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但他很容易分心 那我儿子也是 我就是让他学会原来我这时候在专心 他投入去做 那那个时间我是绝对不会打扰他的 嗯 就是他在他专注的那一刻 然后呢 回头我再跟他说你看 你刚才专心的时候做了这么这么多东西 让他习惯说什么叫做进入专心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就是他会一直不断的练习这件事情 不管时间长短 嗯 所以他后来就必须要很快的写完作业 这是他必须的 不然他没时间玩 嗯 那他就一样学会很专心的把作业给搞定了 嗯 所以就是他会很很知道说他要玩的话 他就必须要先专注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他才能够去玩 对 一个本质上面让他知道说 你现在专心 花一个小时专心 你可以玩两个小时 对 那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也是在利用他爱玩嘛 嗯 不是 他的特质 他就是想要玩 对 那你就跟他说 好啊 可以给你玩啊 可是你那件事情把他做好 嗯 对 因为很多妈妈都会分享说 啊 男生女生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觉得男生就是比较精力旺盛 或是比较调皮捣蛋 让妈妈疲于奔命 好 那这个如果儿子调皮捣蛋 那因为我发现你儿子是蛮能够讲道理的 而且他会知道说 哎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他可能就是喜欢玩嘛 所以他现在先把事情做好 可是很多男生是 他根本不管现在事情做不做好 他就是要玩 这样子的 呃 孩子的话 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 我自己是 他从很小 我就会好好的跟他讲 的确我承认儿子很难 嗯 真的他去听进你说的话 可是那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 他的确一开始他没有办法跟你好像心灵相同 你好像在跟一个小动物讲话 可是从一点点开始慢慢慢慢的跟他沟通 不是说啊他有一天 哦你都不跟他沟通 他有一天长大 他要写作业了 你告诉他说你现在就应该要怎么做哦 他就会做的 不会的 我儿子也没有到这个程度 他到现在也常常 我前两天出门 他在那边乒乓跳 我们都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准备 那他常常在那个时间就被大家骂 因为你一直在那边捣蛋 可是他一次又一次都这样 那这个要怎么做 只能很有耐心的 每一次就跟他说清楚说 你现在一个人不但不帮忙 你还在那边捣蛋 那一次又一次去告诉他 习惯那个过程 沟通的过程 让他去想 我觉得一定是有帮助的 多多少少 他现在就会比较好一点 他知道这个状况 那他也知道说 你说的不是在强迫他 你好好的写作业 你明天面对老师 你也不会紧张啊 作业没有教 那你好好的做完 放心的去玩 那我儿子也不是第一天上学 他就可以做到 就是慢慢让他知道这样做是好 是对的 慢慢慢慢来 我是一点一点 有时候有一点进步 应该是说我会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 我们方向就在这边 我们知道这样做 但不是一天 他不是一速可及的 他不是 而且每个小孩的速度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像我儿子 你看他现在还是会这样子嘛 他不是说这么理 他现在才十岁而已啊 对啊 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 好像是那个医学的那种报道 然后他就说 人啊要真的知道说 你每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很有规律规则的 那个人类要长到18到25 才能完成 然后我说哦 好那懂了 等待等待 还没还早还早 母亲要等待 要有这个耐心 那相信孩子都会在这一个大方向当中 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无一两母二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的作者 赖小妍老师 家中都是非常会画图的 伙伴 女儿也会画 儿子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才艺 那妈妈呢 就是在其中呢 就是要非常关注 每一个人的发展 讲到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然后把他养成 总裁级的品格这件事情 很多的有女儿的家长 一看到眼睛一发亮 想说哇塞 我要关注这一种 那什么叫总裁级的品格啊 总裁这两个字 其实不是我取的 是我们联邮取的 因为他从很小就小一的时候 开始做一些目光 后来他有在卖伴售他的作品 大家就说 因为而且他还成立一间他自己的公司 就是名义上 他自认为 他的确就是那个老板 那他也很重视他自己的商业 他的作品 他就是包得好好的出货 所以这个东西我常常分享 那大家都叫他总裁 我自己觉得 当然总裁级的品格养成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广告行销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 往这个方向去教小孩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梗 是 每个小孩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可能有时候都需要摸索 但有些小孩就很早就订了 对 对所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大家如果遇到这本书的话想说 我一定要学学他们家 其实每个人真的发展成自己家庭的一些教养的方式 并不一定要完全copy别人家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问我说 那我也要让我小孩玩木工 那可是我又觉得好危险 那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完全学别人家 你觉得很棒就这样 因为我其实是有判断我家儿子的状况 比如说我观察他小时候玩那个乐高 他可以做到很细 他的手很灵巧 很巧 对那你如果说不是这样的孩子 你要勉强他去操作那东西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特质不同 特质不同 所以大家最重要还是要关注 观察每个小孩子的特质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他的擅长 还有他搞不好现在你觉得他调皮捣蛋 也会变成他未来一个加分的部分 也不一定 对 称赞小孩又是个学问 你在书中也有讲到称赞 你觉得什么要做合适的称赞 因为现在坊间比较正确 所谓正确的说法 就是说你要称赞他的努力 不要称赞他的聪明 要称赞他这整个过程 那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一个不称赞的家庭 你知道我多希望有一个人 他可以真心的赞美我 在我小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你到长大以后 你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了 但是你已经接受不到 别人真心的赞美你 你会觉得你只是客气 你只是怎么样 我觉得小时候 小孩小时候 你父母真的欣赏他 好好的说你好棒 你这个个体 这个产物 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要善加利用 走你自己喜欢的路 那个是一个老天给你这个长才 我赞美你的天赋 那你要好好珍惜 这个也不是赞美努力 我觉得人 有一个基本看重自己 觉得自己很好 而且是我妈妈说的 我爸爸说的 每个人会相信自己父母说的 就像我自己 小时候父母不认同你 虽然你会抗拒 可是你知道这个很可悲的 就是你还是相信他了 小还是相信父母的说法 你赞美他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就相信了 那我觉得这个不会影响说 他就此就不努力了 不至于 就像我们被赞美 你很棒 你会不努力吗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是 所以赞美要赞美到 让他真的很感受到 你对他的喜爱 让孩子有一些自信心 那我看到你们家的儿子 他也有一个特质 就是非常幽默 他幽默感这件事情呢 也是天生吗 他是搞笑型的人 在我养育他过程里 我觉得他也许是天生的 不过我们在家里 我们家是很 蛮重视这个部分的 虽然不是天天都在搞笑 可是像我们出国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 看待事物的另外一个角度 幽默是这样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 那分享给大家 因为你发现了 这也是一个观察力 这个也是一个转换的能力 然后我很喜欢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 遇到很多很灾难的事情 很难过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幽默感 让我度过很多次 真的很难过 比如说家庭养小孩多累 工作多累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天啊真是好惨 就是天要王我要怎么样 其实他后来就过去了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待你生命中的这些事情 我非常想要给孩子这个东西 幽默感 他可以陪伴他一辈子 你生活当中要有一些些幽默感 我们才能够度过 每日每日当中 有大小不同的挑战 跟挫折 所以幽默感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教养孩子到目前为止 你有遇过什么最大的挫折吗 儿子的部分的话 说实话是没有 但觉得有一个真结点是 挫折应该是 我对他有什么过度的期待 我达不到 我就有挫折感了 很多爸妈会这样 我希望他是一个小天才 可他不是 然后我就会很努力 或怎么样 其实我对他没有这么高的期许 当然你喜欢自己的孩子 在乎就有期待 那这个两种期待是不一样的 你对他有信心 觉得他很棒 他以后会好好走 是一种期待 但是过度造成彼此的不开心 达不到挫折 那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很像我儿子他考试 常常就是忘记翻面 因为他一心要下课了 嗯 他也不检查的 嗯 其实我从来不会骂他这种事情 嗯 因为我的小孩是一个 非常认真 检查两遍 然后都哇 很想要这个一百分的孩子 我宁可我的小孩是那种 哦我好想出去玩哦 嗯 这就是一个选择 是 所以我看到他的很不好 突然 哎这什么鬼成绩 我不会有挫折 嗯 那就是你的期待在哪里 嗯 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都有不同的期待 当孩子没有达到的时候 就就是亲子关系破灭的开始 对 没错 因为你两个女儿都已经是青春期了嘛 是 在青春期的互动方面 有没有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 嗯 我一直以为说青春期的那种风暴 他要来临了 我要做好准备 惨了这样 他不听 可是其实像我大女儿还是 他跟我讲话的那个量 是非常大 他随时就一直在跟我说话 说话 说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我家二女儿也是 他们一放学 我就会把我的笔电 搬到大大一几个空间 他们就开始给我炮轰 对一直开始跟我讲事情 我觉得我还没有遭遇到 这个所谓他们 可能就关在房间 就不理人 嗯 那 因为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是 我是很叛逆的 但叛逆有一个点 你要有叛逆的对象 那那个叛逆的对象 他也要反对你某件事情 你才会叛逆啊 他也没有叫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没有那个点可以做 那我的做法就是说 像比如说我女儿她 同侪之间遇到什么问题 其实我不太会急着说 你这样就不对 你这样做人 我不能怎样 其实我不太 我就看她 嗯 你要怎么做 嗯哼 你可以试试看 不一定不好 像我女儿她是一个 完全不相怨的人 她可以告诉她朋友说 我这个我不帮你 嗯哼 我的个性不 大女儿吗 对 哇 她可以这样 但 后来事实发现 她同学反而学到 就自己要好好做 嗯哼 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他们也没有骄恶 嗯 那反而让我这个相怨的人 也学习到了很多 哦你可以说不哦 哦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们跟呃长大的孩子之间 嗯 是可以呈现出 或是磨合出另外一种 更加 我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该形容 因为有人说那是朋友 很像朋友 但我又觉得不太像朋友 嗯 我比较像观察他们 然后也重新长大一次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直接就叛逆了嘛 因为爸妈都说不要 嗯 嗯 那都说不可以 那我现在就是试着跟她一起去 用青少女的眼光 嗯 再去看一次 她现在遇到 因为她们现在大了 她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个疑惑 嗯 她长大 她遇到事情就是 大人的事情 半大人的事情 那她拿回来问我 我也学习说 重新再看一遍 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 我不太会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按照我这个 社会化过后的做法去做 嗯 那我目前觉得 嗯 没有遇到什么 冲突 哇 所以 觉得妈妈的心态很重要 对 而且我一直相信 妈妈是引领着 整个家庭气氛的人 是 的确是 就是妈妈是一个 开明 然后open minded 就是她可以接受比较多 很多不同的想法的 然后她是开心的 基本上这个家庭就很开心 对 基本上这个家庭氛围会非常好 对 那孩子顶嘴这个事情呢 也是爸妈非常害怕的 也是非常愤怒的 但是你的书中有写到 万用顶嘴巨型 这怎么回事呢 是小朋友在聊 他们就弄了 就想了几个 每一句话 都一定可以顶的 话 比如说 像是 这是你的说法 真的是每一句 都可以这样顶是确实 你应该去干嘛干嘛 这是你的说法 对不对 是不是很万用 真的 还有另外一句 我什么都忘记了 这是两件事 对 也是 这是两件事 你跟她说你应该怎么样 哦 这个是两件事 哈哈哈哈 哈 那这样子会不会爸妈更生气啊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 我们要留一个空隙 因为我们 都长大了 太 太会说话了 太会讲逻辑道理了 所以你把整个路都堵死了 就是说 小孩虽然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他 找不到那个空隙 去做他自己 但只是他说不出来 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小时候 有很深的这种体悟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服你 可是我知道 我有想清楚 可是当如果父母 他太厉害了 他太聪明了 他太有办法 那他就冲不破那个缝隙 所以我希望说 我小孩随时他都在找那个空隙 嗯 因为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认知是说 人他从很小 他就会看哎呦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怎么样的人 我我们家是怎么样的家庭 各种他都已经开始在想 那他想了十几年 他一定比你清楚 嗯 我们在想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是一直都跟小孩同步吗 那他比我们更清楚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这时候他要有一点叛逆 嗯 和顶嘴就是一个其中的能力 是 他有没有办法做他自己的抉择 嗯 虽然父母不同意 我觉得我要承受那个 我的认知上他是会失败 或是不认可 但是他也要有那个力量 嗯 去突破我的结界 是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 呃很多父母亲要学习的 嗯 给他们一点 一点空间 对 一点空隙 那很多我们认识的人 他都会说 啊还好 嗯 我父母那时候 没有管我太多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那我现在成功了 然后冲出来他自己的一番作为 这个很多嘛 真的 嗯 好 所以 呃在亲子关系的经营方面哦 真的有很多很多要 互相的鼓励跟学习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啊 对于小妍老师他们家来说呢 就是一个合伙式的亲子关系 合伙式亲子关系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能是看那个 我们家常常出现的状态 嗯 就是我们家 因为我们后来搬到台北 因为想要 我们从台东搬到台北 我们在台东住了十年 哇 我们还盖了自己的方式 以为一辈子会住在那边 可是没有 哈哈哈哈 因为我大女儿她要找学校 后来就 就只要上 那也是很好 只是空间就小了 嗯 那我们变成常常聚在一起 那 我们又做类似的事情 我跟爸爸就创作 那我小孩也会做类似的事情 嗯 那我们家的状况就很像一间工作室 那每个人都可能画自己的图 开自己的笔电 做自己的事情 那偶尔哦 想要讨论什么东西就很像开一个小会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那很像合伙式的亲子关系 嗯 而且我也会请他们帮忙 嗯 比如说我有 我最近在写的 呃 童书的故事 那 我也会让我小孩看 嗯 请他给我 给一记 对 那我 家小孩 他遇到他创作上的问题 嗯 他也会 很自然的问我 那我自己觉得 家家户户户都可以 去产生 这样 类似这样的关系 嗯 我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推荐 我书里面有写就是说 你有一个有别于 哦 老妈每天催促 哦 你要干嘛干嘛的 那个关系以外的另外一个关系 嗯 是不会因为你在另外一个关系 有冲突的时候毁灭的 对对对 他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 嗯 我们知道彼此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 嗯 那你那个很柴迷油盐的关系 很容易有冲突 嗯 但是他转头他就好了 嗯 因为他还有跟你有另外一个 很有价值感的关系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 我自己的感触 嗯 和练习 嗯 我是非常推荐的 嗯 哇 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非常的棒 最后一个章节就提到了 暖男的养成 未来媳妇请笑纳啊 其实对于孩子的长大 以及啊 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妈妈照顾的太好 家里太有爱 会不会小孩变成妈宝 我看这本书看到最后 你们家小孩绝对不会是妈宝 我觉得不会 对 我自己觉得你在那个原生家庭 你感受很足够的东西 其实下一步他就要出去 没错 他那个是一个 我有勇气 我有那个底气 没错 那我就要出去 嗯哼 嗯 反而是说 我觉得不够 我要回头再确认说 哎你是不是还爱我 你是不是 你觉得 妈妈你觉得我是好的人吗 那个才是一个会常常回头去 觉得不满足的方式 我觉得他觉得很安心 有一个人就会在那里爱着他等他 然后看他要怎么做 是 他会更勇敢的 嗯嗯嗯 好 看完这本书 或是今天听了一个小学节目 相信大家对于教养上面 应该有更多更多的安心 嗯 呵呵 因为每个教养都不一样哦 但是教养真的不容易 可是爱 嗯 可以很简单 对 嗯我在书中看到这句话 非常非常喜欢 那最后你对于这个 在教养当中的父母亲 还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呢 嗯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不要太有压力 嗯 我常常人家家说 啊 祝妈妈快乐 我觉得你与其这样说 你可以祝妈妈平静 或者是冷静 或者是清楚 因为 你只要清楚 你怎么对小孩 你为什么这样对他 你是基于什么 我们冷静 祝妈妈冷静 好我们一点一点 这一次做不好 下次改一下 其实小孩很快才就长大 你看我现在我儿子十岁 嗯 我都很舍不得 因为已经快要就不可爱 哈哈哈哈 我相信他们有不同年龄时候的可爱 对 那我们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当他长大回忆起 他跟我相处的时光是觉得还不错 我就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成功 很满足了 嗯 这样就好 是也祝福所有的爸爸妈妈 好 我们在这样的路上 都可以越来越安心 给孩子无比的爱跟信心 嗯 谢谢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 来小妍老师来带来这一本 无一两母二 我很会养别人家老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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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